犹豫了再三 才说这个视频要不要发 其实这个视频挺招人恨的 因为谁恨我 谁恨我 你们自己想吧 看到没 可能说到牵插 老花一会跟你说 选什么字条 选什么字条 这这那那的 你看这是啥 你能看到这是啥吗 叶子 对 叶子都能牵插 也就是什么呢 我估计我发了这个视频 很多同行都骂我 你这闲得没事 你跟那些买花的人说这些干啥呀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不说总会有人说 我爱骂好过别人爱骂吧 人话说能长成吗 对 这个呢就是秋海棠系列的 也就可以说是海棠系列的 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看到没 就是用一个叶子 走 我带你看看 我们插活的那些 这个都没长根 放下去没多久 还都没长根了 我给你们看看 我没插活的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信 后来我们自己就做了实验 确实是这么个事 叶子都能插活 你看到了吗 臭包 这个是我们插得比较早的 这都已经活了 你说多糟人恨啊 多糟人恨啊 你这话 哪呢 老花姨 这 很养花太挣钱了 你一定要知道哈 虽然说 就是你看到的繁殖速度 多快多快也好也棒 你知道它有多少风险吗 你就老花姨在一个棚 搞试验的这些个哈 可以说90%的都在赔钱 你偶尔你看到一个挣钱的那 这那那那 你想过人工吗 你看这天冷了 我们又是在加耳膜 做这个大棚的升级维护 这种耳膜每年都要加 就这一小小的一块好几千 是吧 还要有取暖费 还要有人工费 还要有棚租费 地费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说呢 农系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整个的线下 咱们这个社会里边哈 可能在别的国家会好一些哈 它一直是一个副收益的行业 就是搞生产的基本都不赚钱 你看 有个话说老花姨你吹牛逼 我跟你说搞能力挣钱 老花姨早上市了 还轮得到我在这给你们 天天讲你的这种养花知识啊 所以说呢 老花姨也没挣什么钱 从2015年 一直到2021年 这一段时间 这整整的六年 不赚钱 很赔钱 有个话说老花姨 我要入你这个行 包括我也收过几个学生 他们都沉默下心来 人生有几个六年 你况且老花姨做这个行业 快十年了 都九年了 有谁会在这种 如此激励的一个行业里面 如此坚持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别人 光鲜亮丽的时候呢 它背后 有多少坎坷 你是不知道的 懂这个事就行了 就是给大家说这个事 海棠很好玩 揪个叶子 就能插火 很多的植物 对了我刚才滴楼滴楼 这个也是跟你说 这种东西 好多东西都能一叶插 就玩就行了 好吧 养花呢是为了乐趣 但是呢 你要是 你们要是用个叶子 就是你想用个叶子 你要是能插火 你可能十个叶子 活不了一个 知道吧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你想养大 这又是一个事 所以这也不怕你们知道 就你们知道了 不一定养活 就你们养活了 不一定养大 你们养大了 不一定养好 你们养好了 不一定值钱了 当着说 好了 你觉得不算 现在点个关是吧 很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行业 我是老花一 养花脆转一 爱你摸摸打 白了 出发 哎 嘿嘿 嘿嘿